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中 9号当天在北京和台商台声座谈参序 还参访台资企业 但根据曝光的行程表 上头就座谈和参访 但预计9号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 10号不排除会见中共对台工作小组副主长王沪宁 行程上却直接被隐藏 提供给我们的资料里面 有没有提到王沪宁这一端 我想我们没有收到这个讯息 陆委会证实会见王沪宁没有事先报备 毕竟王沪宁是习近平指定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计者 国民党说此行不谈政治真的能吗 这有点欲盖迷藏 不如就开大门走大陆 就把它公开就好了 可能是因为夏立言认为是这个客水主便吧 大概主人那边要他不要公布 所以他就不敢公布 正好戳破他们所谓的 这个什么交流的谎言 就在夏立言出访之前 6号国台办发新闻稿 表示欢迎夏立言率团访问 强调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加强和国民党交往 增进互信 不过这话才刚刚说完 又再度反抢台湾 大腕两面说法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两岸当前对话交流最主要的障碍 政府不可能会去接受 未来会消灭中华民国台湾的前提 中共持续文攻武吓 政治公然呛下我国主权 会见宋涛和王沪宁之前 夏立言的交流对话之旅 是否跟着客随主辩 不免而外界多了 想象空间 三地轩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